清晨接近6点天还没亮 荷花山降下冰线像米粒一样大小 落在游客衣服上还有汽车引擎盖上 松雪楼地面积了一层薄薄的冰线 荷花山清晨平均气温在零下一度到四度之间 深夜上山等雪的游客虽然没看到雪 但是看到冰线也相当的开心 而冰线在上午就停止 五岭停车场、昆阳停车场以及荷花山游客中心 地面的冰线在太阳露脸之后也逐渐融化 警方在五岭进行交通管制 虽然冰线融化但地面相当湿滑 上山车辆都必须加挂雪链 台14甲线28.9到32.7公里 昆阳道松雪楼路段因道路结冰 目前需加挂雪链才能通行 受了强烈冷气团影响 加上中层水气 中部山区下起冰线 虽然水气逐渐减少 气温还是偏低 在明天清晨由于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路面还是有结冰的现象容易发生 由于入业后气温偏低 高山路面还是容易结冰 警方提醒民众 上山前先搜集交通资讯 小心驾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